就国团普利团委会 日前在太平国小举办暑期儿童体验营的活动 希望让小朋友在暑假期间能够有不一样的体验 安排暑期夏令营 主要会选择太平国小是因为这边的风景很漂亮 然后也是让小朋友来这边认识百香果一些农产品 那因为学校这边的设备也蛮完善的 包括活动中心都是很新建筑物 那这边办活动场地还蛮适合 先议员林芳瑜表示 救国团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学习到课程之外的知识 也是非常感谢救国团普利团委会的用心 我相信虽然转短的时间之内 但是对小朋友来讲可以说是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别于课本上 在这生活希望说他们虽然短短的时间之内 由我们这些志工这些同军团所带领 我相信他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县远吴国昌肯定救国团普利团委会的用心 能够举办这样有趣的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在暑期能够有正当的活动 让家长能够更放心 暑期当中有正正当当的活动 还不会说孩子们虽然陌生到无政党的地方 还是说去选避险的这个勇事 顶顶顶 所以我们这个夏令院的执行 第一 同志村包括老师 以及救国团所有的克服 特別是我們台北高校成校長 提供這麼好的頂屬 可以讓這些孩子在這裡 一、兩天過得真的快樂的 學習環境和生活 透過救國團精心的安排 讓小朋友體驗不一樣的活動 先原料製成除了肯定救國團的用心之外 也希望小朋友在參與救國團的活動時 都能夠收穫滿滿 讓所有的小朋友收穫滿滿 學到他在課堂上在家裡沒有辦法學習到的東西 尤其是這裡也非常慶定我們的救國團 我也是救國團的成員 今天我們叫救國團的會長 每一年救國團都會找不一樣的地方 辦這個歐童暑期的夏日年 可以說在我們國立比較好的風景區 比較好的地方可以讓小孩子在這裡共同成長共同學習 副議長潘一全肯定救國團普理團委會的用心 也呼籲青少年朋友 暑假期間能夠建立良好的休閒習慣 並且遠離危險及不良場所 讓暑假能夠過得更快樂更健康 記者成為伊普里採訪報導 記者室